這就是我們的車 我們剛才由紅本駕駛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來到黑川這個溫泉酒店 這個溫泉酒店叫做什麼名字呢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叫做野芝花 這裡的職員都很好 我們剛才駕駛下來 它已經站在這裡迎接我們 指揮我們泊車 還幫我們把行李拿到車 然後拿到大堂 溫泉酒店的入口就是這裡 在斜坡走下來就是酒店的大門入口 這裡就是大堂裡面的環境 它有些梳化可以讓我們坐下 因為我們來到的時候 上一組的客人還在這裡check in 所以我們坐在這裡等的時候 他就給了我們一杯茶 還有一個手巾可以讓我們抹一下手 而裝著毛巾的膠袋上面 都有紅本紅的圖案在這裡 好可愛 在這裡面 看看我會不會被人家吃的 這小龍的色 就會綁起的 我們條件三色的 這小龍的色 出售的 約詞 天然 你們 這小龍的色 一小龍的色 我們已經順利到了溫泉酒店 這裡就是我們住的房間外 有清幽的樹 還有這些日式的建築 而我們的房間就是這裡 叫做珠花 我們進去看看 一進來這裡就是穿鞋的位置 他們剛才已經很貼心地 幫我們把行李搬上來這裡 這裡的空間感是非常大的 還沒關閉門 一會再關閉門 之後呢 進來就是我們的客廳 又或者今晚睡覺的地方 裡面有一些設施 因為我們今晚吃晚餐的時候 它就會幫我們拿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需要為他們擔心 這個就是之前看叮噹那些 總會叮噹睡覺的地方 就在下面 現在這裡的皮 都是一會兒它會拿出來幫我們鋪的了 現在正中間就有桌子有椅子 就可以在這裡喝杯茶 平時是不是會有杯茶給我們的呢 我也不太肯定 這裡有一部電視 有一幅字畫 而這一邊呢 這是什麼來的呢 有一塊鏡 可能不喜歡平時看到自己 所以整個門遮住它 有電話 可以熬熱水 這個應該是咖啡機 我猜 而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飲茶的地方 那外面的景都不錯的 清幽 好 廁所就在這一邊 那這裡呢 通常都是去廁所的地方 在一邊 然後洗手在一邊 不過這裡呢 似乎都有一個位可以洗手 那廁所呢 也是可以洗屁屁的廁所 這一邊呢 就是我們的浴室了 這個厲害了 住溫泉酒店就是為了這一件事 就是我們 屬於我們自己的溫泉 那這裡呢 有個洗澡的地方 那 但是其實是戶外來的 因為 你看到這裡 外面就已經是戶外來的 那所以呢 洗澡的時候都幾冷 那但是 這裡有一些溫泉 應該都幾熱的 都幾熱 不過 因為有些戶外的風吹過來 那所以呢 在這裡浸溫泉應該都幾爽的 外面呢 不知道是不是都 以前可能有些人會浸 那但是現在就蓋起來了 再多看這個露天風裡 我想是可以用的 只不過因為 它旁邊就有很多樹 那樣 所以避免一些落葉 飄到到溫泉裡面 那所以它就找個板遮住它 那如果我是想浸的話 我可以拿開它 那而且呢 那而且呢 外面都有一張 好像沙灘椅那樣可以用 那不過 今天天氣呢 都還是有點冷 那所以呢 我也是浸裡面就算了 那外面那個呢 就留回 以後有機會再來的時候 才浸 那酒店呢 都有露天風呂的 那不過自己房都已經有溫泉 那不需要去和別人分享 那剛剛呢 就和大家開箱完 我們今晚溫泉酒店的房 不知道大家覺得 有自己的溫泉 包含晚餐早餐 要是多少錢呢 那我都不再懶神秘了 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今晚的房價是 五萬二千八百日圓 的 為港幣就三千多元左右 那我覺得這個價錢 有自己的溫泉 是相當不錯的了 那是否超值呢 就要看下我們今晚的晚餐 和明早的早餐是怎樣 那我們現在來到吃東西的地方 因為周圍都比較安靜 所以現在說話都小聲一點 我和澤太之前都有去過一些溫泉酒店 那在吃東西方面呢 他們會安排我們和其他旅客 在一間大一點的房間裡面吃的 但是這次這間就比較好 因為我和澤太有整間房間 可以自己享受這個晚餐 那就不用和其他人分享 而且酒店那裏也知道 我們不懂得說日文 所以他就安排了一個 講國語的人來和我們介紹 現在有請食家澤太分享一下這個晚餐 Hello 大家好 我是澤太 是這樣的 那個溫泉晚餐呢 其實份量都幾足夠 因為我大大話說 都吃過很多間溫泉酒店的晚餐 這一間來說 份量是相對多 男士女士都應該會夠飽 特別有印象的食物 包括前菜那一批白色的東西 是用白盒搓成的泥 不知為何覺得有些牛奶味很好吃 還有兩樣牛扒的主菜 第一就是牛肉的壽起燒 牛肉很好吃 還有主菜牛扒都很好吃 有炭燒的香味 還有真是很肥的牛肉 雖然不知道它是不是和牛 但是它是日本出生 我都當它是和牛 總括來說每一樣食物都很好吃 推介大家有一個 可以來紅本黑村溫泉的話 可以考慮這間酒店 吃完晚餐回來之後 將桌子搬到旁邊 然後床也鋪好了 宅泰打開雪櫃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盒東西 有一個小小的果盤 雖然不是很多 不過都是酒店的一番心意 睡醒了 睡這些榻榻米 真的有點薄 有點硬 睡到我和宅泰都有點腰骨疼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又回到昨晚吃晚餐的地方 來到的時候 早餐已經放在這裡 都有很多東西 而且因為我們現在是紅本 所以連口罩套也有紅本的圖案 而這隻紅本熊也戴了口罩 挺有趣 那麼難得來到這個溫泉酒店 又可以穿上一套浴衣 拍給大家看 還有看看周圍的環境 這裏是昨晚跟大家說過 就是去那個露天風淚 那裏所有住客都可以去的 但是因為我們酒店房裡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走過過去 然後這裏的庭園都挺好 挺舒服 習太太你說是不是 是啊 這間酒店真是挺抵住 有自己私人的露天溫泉 然後早餐和晚餐都不差 都是五萬多日圓 三千多日圓 都算不錯 因為通常有私人溫泉那些 溫泉酒店就會很貴 很少說三千元一間房都可以買到單 不過我不是很習慣穿這些劇 因為它是只有頭尾幼 然後走起路上來好像行動不變 我那隻都是胎西 是啊 但是都挺開心 我們去了Jersey都兩年多 都沒有好好地放鬆一下 在這裏浸一下溫泉 真的舒服很多 不過你說駕車轉進來 昨天是不是難些 是啊 駕過來就有點久了 我們都駕了兩個小時 還有我們在洪本里的時候 是沒有得上高速公路的 全程路都 全部都是要等一等位那些路 所以駕駛也有點辛苦 是啊 我想這幾天駕駛了 駕駛了可能更多 我一年在Jersey駕駛的路程 是啊 如果大家要來這些溫泉酒店 那就留意一下自己駕駛 可不可以找一些女伴跟你一起分享 那又不用一個駕駛那麼辛苦 好像駕駛一樣 是啊 我要自己駕駛 我們不知不覺就走到這個露天風呂 這個應該就是公眾那個位 但是 它好像是因為有個主要建築 那些房間就沒有浸溫泉 所以他們就要過來這裡 和其他日本酒店 和其他日本溫泉酒店 其實都是一樣 他們男女 早上和晚上都會調轉 所以如果你晚上浸了這邊 你早上就可以浸到另外一邊 兩邊都會浸到 原來這裏的汽水機在這裏 我都聽到他昨天說有汽水機 不知道這裏 這裏的汽水機貴不貴 始終這麼遠 運過來都不便宜 合理的價錢 都是84日圓 和外面的價錢差不多 但是沒有汽水 沒有汽水 只有0日圓 不是搶錢 挺有良心 正常的價錢 我個人來說 非常推介這間酒店 而且價錢也相當合理 如果大家有機會 過來九州 想去黑川的溫泉酒店的話 我是非常推介大家 過來這間酒店試試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